今天我把这个开花花的仙人球整理一下 这个开花它是开黄色的 开这个红色的 这是开黄色的 不过开白了以后它是发红的这个花 这个才让开完 前几天我从网上买了一盆仙人球 然后过了几天就死了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你能给我讲一下 你用的什么图换的不是 我当时换牌的时候 就是用咱们那个复制图 你用复制图 你要是不配得和什么的 对这个仙人球它也不好 这个复制图它优势都是 它脚放黑以后它也是 保持独冷的 你最好是 要是对这个仙人球说 你底下你给垫上这个模拟 盖上那个肥空以后 你得用那个垫上三公斤的那个炸子 那个托荷刹那个大的大十字 你垫上以后它脱飞性强 并且这个东西你不能黑脚飞 今天我把这个黄金环要不要整理一下 你看这个黄金环要不要偷上这儿 太阳黑度的时候 现在带那个绽线往底下来 我心里这个边不红 我心里所谓的上这儿 挪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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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不行了 挪了以后你看把这个叶块都放晒回来 晒晒了都翻了 拿头发都放晒糊了 所以它是抓长 这个必须得把这个叶块剪一下 它就像这个滩满吧 按说我记得我记得有一种好像是它没有这个红边吧 我家又有一盆没有这个红边了 红边人家都叫玉佛 这个汤包在几分开车上 这个我是换了这个盆子 你看用一个高上档次的盆子 舌的 哪个是个圆包盆 你看这漂亮的啊 这盆这些型的就脚肥脚色的 它这个用肥管的角度是不行了 脚现在掌握不了它这个这个猫 掌握不了它这个肥脏 肥脏肥脚已经叫得多了它就消失不了 它还是不难的